全能神经典话语 你是一个很诡诈的人 那你就对每件事 每个人都有防备之心与猜测之意 所以你对我的信 也是建立在猜疑的基础上的 这样的信 是我永远都不能承认的 既然没有真实的信 那就更谈不上更真的爱了 你对神尚且还能怀疑 还能随意猜测 那你无疑就是最诡诈的人了 你猜测神能不能也像人一样 最不可赦 也像人一样小肚鸡肠 也像人一样没有公平合理 也像人一样没有正义感 也像人一样手段毒辣 阴险狡诈 也像人一样 也像人一样喜欢邪恶 无非就是那些会讨好 会奉承的人 不会这些的人在神家也是吃不开的 站不住的 这就是你们多年来的认识吗 就是你们的收获 你们对我的认识 岂止这些误会 更多的是你们对神灵的亵渡 对上苍的污蔑 所以我说 接受真理的人在你们中间有几个呢 你们都认为自己肯为真理付代价 但真正因为真理而受苦的有几个呢 你们的心中所存的竟都是不易 所以你们认为 无论是谁都是一样的诡诈 一样的弯曲 甚至认为 就连神道成的肉身 也会像正常的人一样 没有善良的心 没有仁慈的爱 更甚至 你们认为高尚的品德 怜悯仁慈的本性 只有天上的神才有 而且你们还认为 这样的圣人是不存在的 世间只有黑暗与邪恶掌权 神只是人美好向往的寄托 是人编造出来的传说人物 在你们的心目中 天上的神很正直 很公义 而且很伟大 值得人敬拜 仰望 而地上的这位神 仅仅是天上之神的替身与工具 这位神不能与天上的神 人划等号 更不能与天上的神 相提并论 提到神的伟大与尊贵 那就都是天上之神的荣耀 提到人的本性与败坏 那这位地上的神 也有份 天上的神 永远是高大的 地上的神 永远都是渺小的 软弱无能的 天上的神 没有情感 只有公义 地上的神 只有私心 没有一点公平合理 天上的神 没有一丝的弯曲 永远是信实的 地上的神 永远都有不诚实的一面 天上的神 对人疼爱至极 地上的神 对人照顾不周 甚至置之不理 这些错谬的认识 是你们心中存留已久的 也是你们以后 也能持续下去的错误认识 你们将自己 放在不义之人的位置上 来看待基督所做的每一件事 将自己放在恶人的角度上 来评价基督的一切工作 与其身份实质 你们犯了很大的错误 也做了前人 所谓做到的事情 那就是你们从来都是 只侍奉天上的那一位 头戴冠冕的高大的神 从来都不会事后 这样一位渺小的 令你们根本看不见的神 这不是你们的罪行吗? 不是你们触犯神性情的 典型犯例吗? 你们很崇拜天上的神 很崇尚高大的形象 很敬佩谈吐不凡的人 很愿意听命于 给你满手钱财的神 很想念处处都能如你意的神 你唯独不崇拜的 就是这样一位并不高大的神 唯独讨厌的 就是与这样一位 人都不能高看的神打交道 唯独不愿意为这样一位 从来分文不给你的神而效劳 唯独不能使你相思的 就是这样一位并不可爱的神 这样的神不能使你大开眼界 不能使你如获至宝 更不能使你如愿以偿 那你为什么跟随他呢? 这样的问题你想过吗? 你所做的不仅是得罪了这位基督 更重要的是得罪了天上的神 我想这不是你们信神的目的吧?